大家好,我是Pet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这一集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 Twitter现在跟OpenSea合作 有办法让我们在Twitter的账号里面的头像 有办法认证 那这个之前,去年年底就直接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办法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有办法让所有的NFT 就是让我们的头像可以认证NFT 那大部分以前都开玩笑说 你买一个NFT干什么 人家只要按右键然后下载就好了 那有了Twitter的认证之后 以后所有人 你看到你的Twitter是不是有真正的认证 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有NFT 而透过这个头像你可以看到NFT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个其实有几个意义 第一就是本身OpenSea是一个 大概130亿美金这么大的一家公司的估值 那他们有可能持续的在市场上 就是办理你头样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Look Rare大家都有兴趣 那OpenSea还是会扮演这个角色 那第二个就是在所谓Max Adoption 对那种大众 有办法更适应更接受更了解 学习到NFT这个科技 甚至是我们的话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做这件事情 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还是大家来到我Twitter Twitter这边现在我们是办一个活动 我们在跟这个SixRestu跟他们合作 那这边会发办名单那大家来这边 就是订阅就是来follow我们 那就会可以拿办名单了 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 这跟大家讲说所有的YouTube内容 通知个人的意见都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财务建议也不是投资建议 那所有的NFT市场就是高风险 那Crypto还有这个数位资产也都是非常高风险 就大家就做好自己研究好不好 Do your own research 然后做好风险扣板 那就可以把握好 那我们刚才发了一部 就是百倍NFT阿发扣第13集 那这个集里面讲几个项目蛮不错的 那就是一个蝙蝠 然后还有这个狮子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Crypto 这个女性的 还有这只蜥蜴 这只蜥蜴有川普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进入正题吧 正题就是我们现在讲到Twitter Twitter比如叫Twitter Blue 如果你到Twitter里面去按这个Twitter蓝 Twitter Blue是一个什么服务呢 Twitter Blue其实是一个让你每个月去订阅 那它就可以给你一个Twitter Blue 等于是进阶级的一个Twitter功能 一个月好像3块美金 那如果你有Twitter Blue的话 你就可以有一不同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它下面这边有一些画面呢 你看这边画面有谁出来 你看这个人他就直接在他Twitter里面按 你看这就是BobbyHundress 这就是这个Bob的一个 创始人BobbyHundress 然后你看我们有其他不同的NFT创始人 那这是Josh 然后他有CryptoPunk 就是ThorApp 然后这个就是Mike Johnson 然后你看Cookat 然后Artifact 然后Roboto Dead Fellow 然后Punk 你看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你自己本身 你有NFT Doodles 你自己有一个NFT 然后World Woman 自己有NFT 然后把NFT变成在你的头像 它有一个主要是一个认证 认证的过程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NFT创始人 就是你的 不是随随便便 大家都可以想起来 那你看它现在就是在Twitter Blue 这额外一个功能里面 它等于是做了一个 那它们现在应该是在iOS 但是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还有一个 Showed off your NFT How to do the simple step 如何简单的连接到 这边很快跟大家走一次 你看他说你有这个NFT的话 比如说你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去按 然后Profile 然后去按 那个头像地方可以选 你可以选 我要选NFT 然后选NFT 你可以连接 连接到你的Web 3.0的 Wallet里面 然后Web 3.0往里面 就可以去选 你挖的里面有的NFT 选好之后 然后你可以去调整NFT的大小 那看NFT的内容 比如说你有Creator 然后还有什么内容 它本身NFT 它甚至它里面 NFT的种类啊 NFT它不同的 这个所谓 它的特性什么各方面 各方面都可以 然后你看这个NFT Blue 它特别讲NFT Blue 有什么样的功能 大家有空可以来这里看 然后另外一个 我也看到我也来到了 Twitter的网页 它就讲了 About Twitter Blue 什么叫Twitter Blue呢 然后我们 它说 We are exploding way to make Twitter experience next level The Twitter Blue is just beginning So up in the pay monthly subscription offer excluses the access to premium feature that let you customize your Twitter experience 那它现在就是让大家有办法 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就是每个月付一个很很少钱的一个订阅费 然后他们现在像Twitter Blue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这些地区 那他们其实是用一个APP 那你要可以 按OS跟Android都可以 然后你只要到TwitterBlue.com 然后去买 应该是3块钱吧 看一下how much does this cost? how much does this cost? How much does this cost? Profile menu 他可以其实他就直接在他里面买啊 他这边没有我印象中是3块钱美金在这边没看到啊 应该是很便宜就是几块钱美金而已 大家有额外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都讲说那你如果你 如果我们这个 有这个TwitterBlue认证之后 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些 这case好了 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 Cone.e 大家都知道这个Cone.e 他其实就是Cookat的founder Cookat创始人 那你看到他 你看他这Cookat创始人 他这边如果把他这个头像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你看这个Cookat他自己的这个头像 你看这个Cookat 162号 他是Verify 你看这边Verify by OpenSea 这OpenSea跟他其实 就是合作了Verify by OpenSea 然后 你看这边 Cookat is the collection 9999的 他说Cookat是这样的collection 他有一个叙述这个NFT是干什么的 然后Cookat目前为止 collection 那description是介绍 然后collection他目前这个介绍 他有什么什么什么内容 那甚至他的property 他里面他的种 他的内容都告诉你 比如说他这身体是蓝色的皮肤 然后他的头戴帽子 然后太阳引镜 然后他的有一个shirt 是什么样的衣服 种类 甚至他这一些detail 比如他是在以太坊上 然后他的tokenID 然后他这个token是ERC721 然后他地址 甚至他这边还有更多 更多的话大家可以进网站点进去 就来到这个TwitterBlue的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个 Danny Cohn 我们知道Danny Cohn 他就是Critual World的founder 那进来他这个Critual World 这个是我们大家看过 你看一样 比如说Owner是Danny Cohn Description 他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Critual World description 然后Critual World的collection怎么样 然后他讲到他的内容 他是这个 他这个Critual是Ocean 然后Crash眼睛是Mose眼睛什么的 就很多detail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现在Twitter 他其实跟Opensea合作 其实很大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Opensea support他们 支持他们 我们来到Opensea 来看到这个广告 刚才看到 我们讲Opensea 其实这样在那边 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大部分 我们都知道以太坊上 主要的交易的端 都在Opensea 你看Opensea 他有一个Tree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他非常非常兴奋 这样可以Opensea 连到Opensea API 然后留到API之后 他讲说 现在开始 人们对这个NFT 特别是PFP 就是你头像的这个照片 开始越来越有兴趣 那早期进入这个头像的人 慢慢慢慢 现在变成一个大众化 那大家大众之后 都知道说 我这个ID 然后跟个人之间 这个个性各方面 我怎么样有办法 Match 有办法真实的 呈现给大家看 然后现在他们其实是 比如打开了一个很好的一扇门 就是让整个社群 然后甚至跟这个社群的平台 然后跟整个交易所各方面 然后NFT的发行各方面 然后创造者 这些艺术家各方面 变成整个社群 很大一个社群的力量 让整个一个融合在一起 变成是 我NFT交易所 然后跟我们社群 在使用的 平常日常生活使用的 这个即时通讯的软体 那他们NFT的API开始 然后主要Meta Data Collection Verification 然后Interaction LowU 所以重点 它后面的科技 其实不复杂 它重点是后面的科技 让 OpenSea把 OpenSea API打开来 然后让Twitter去 那我们都知道Meta Data 大部分都是放在 放在我们这个 中新化交易所里面 很少Meta Data 是放在OnChain 除非一些特别 OnChain的NFT之外 那大部分的Meta Data 都是放在交易所的server里面 或者是在IPFS server里面 那所以 只要我们认证之后 那NFT 就是它展现出来 NFT 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等于是一般大家知道 Peter就是这只绿色的凯鞠 戴帽子 一个绿色的帽子凯鞠 这就是Peter 那你们以后将来 就会真正 就会有这个 会把你的NFT 跟你个人 在真实社会上 或者是在元宇宙里面 做事情 做一些连接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小的事情 那有可能是 非常大的事情 Probably nothing 但是应该是 可以直接影响 这整个NFT的市场 那我们这一集 今天讲到这里 跟大家说 就是NFT的市场 有可能在现在 这个状况之下 那怎么样有办法 那持续的发展 那当然交易所 OpenSea 那还有社群软体 社交软体 推特 翻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有办法 把NFT 在我们的推特上认证 那这件小小的事情 我觉得 有可能 有办法将NFT 推上下一个纽石 希望大家觉得 我的内容 是有价值 那请关注我们 推特 加入我们 Discord 跟我们聊天 大家里面的火热 那还有YouTube YouTube的发展 我们的YouTube 做到现在 谢谢大家支持 感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谢谢大家看视频 看到现在 因为看到视频 看到最后的人 非常少 非常感谢 那请把我们的 那个like 喜欢把它按坏 好不好 按赞 Smash the like button 好不好 谢谢大家 Cheers 谢谢大家